Mike今天我肯定能赢你 你就吹吧 空岛可是我的特长 你是要挑战我的生存技能吗 看看我能用我的钻石做什么 你这辈子都没见过这样的把戏 会杀耍有啥用啊 我只是手小拿不住而已 要不我也行 等我换成布里球肯定能行 行了 别吹牛了 我们开始比赛吧 我这里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先搞定一些钻石珠 然后再派出我的钻石小黑出动 既然进入比赛状态 那就不能惯着Mikey了 去跟他打个招呼 记得要有礼貌哟 那呀我猜 豆豆你又使坏了 你不该决定参加这场比赛的 大家都知道钻石比黄金好得多 我靠我的小黑变色了 你没想到会这样吧 现在豆豆你就尝尝你自己的成果吧 我才不怕你呢 哎呀你特喵的居然怂恿小黑偷我钻石啊 你还别说挺好用的 我当初怎么没想到 没想到吧 豆豆我聪明吧 就损失一块罢了那你也赢不了我 可是最起码我有办法得到钻石呀 好吧我懂你了 这次算你走运 我不在乎这块钻石 因为在我这里钻石都是垃圾 随便干掉一只钻石珠就可以得到许多钻石 你就从那慢慢得意吧 我先搞一个傀儡保护一下我的空岛 省得那个叛变的小黑再跑过来偷东西 yes sir 你以为这样就能阻止我麻豆豆 那我们就比比看呗 你看迈奇你的小偷被干掉了 现在玩笑结束了 这又能如何呀 那个小黑也不是我的 你根本不是我的对手的迈奇你投降吧 怎么可能投降 这才刚刚开始 现在我有一个更好的办法来整骨迈奇 如果我变成了黄金 他就不会看到我了 所以我用特殊手段把自己镀金一下 这样就变成了黄金 然后我们再飞过去 这样可以近距离收拾迈奇他就会很惨的 先躲起来我准备先把钻石偷走 让他以后没有钻石可用 好吧我是时候结束这一切了 趁这个家伙不注意赶紧拿走 这本来就是我自己的应该没问题的 迈奇还傻傻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看我的钻石呢 你为什么是金色的 你是不是又干坏事了 你才干坏事了 我拿回了自己的钻石而已 你这小子太坏了 肯定会被老天报复的 你再说这之前先管管你自己吧小偷 你看一只巨大的生物宠你去了 那呀是什么 看来你被老天报复了 这绝不可能 这什么玩意啊 看着特别像愤怒的小鸟啊 是不是你干的逗逗 我哪有时间搞这些东西 你可别冤枉我 他好像在你的树上安家了呀 我觉得就是跟你有关系逗逗 我才没时间跟你逗嘴呢 我要干活了 你想安静静的生存 怎么可能来逗逗 所以你要干啥 让你手忙脚乱呗 还能干啥 好家伙你居然拍你的小马鞠过来呀 哎呀 我靠还挺厉害 麦体你真狠啊 那没办法 我们是开战状态 你就认命了吧逗逗 我不会白白让你捣乱的 现在我不想再开玩笑了 你得为此付出代价 看我的高射炮 没用的我挡住了哈 你那个武器 似乎没啥用啊 感觉不好用 我就再换一把 你肯定不会再喜欢了 这是一把钻石2K 哎呀 你哪来这么多好东西呀 那没法子 谁让我的钻石多呢 但是为啥你的钻石落地之后 有伤害呀 那当然我做了特殊处理 偷小子看我武器吧 你还真行 又换了一把 你从哪弄来 这把钻石机枪的 为啥我没有按这不公平 你是无事还是什么啊 那没法子我资源多呀 那可不行 我必须要包袱回来 哎呦 你也召唤傀了呀 但是我觉得 他应该是过不来的呀 你疯了吗 你还是放弃吧 放弃那是不可能的 你看我能不能把他硬过去 怪了他啥时候 搞了一个弹跳床呀 还真过来了呀 但是没用 他直接就吃袭了 我靠 这也太脆弱了吧 咋样迈克 你要不要投降呀 你等着豆豆 我得下去找个办法 我是这个愤怒小鸟 怎么跑我这来了 哈哈太好了 豆豆你也着人恨是吧 小鸟小鸟 快干掉它 这玩意怎么还吃钻石矿呀 既然这样就不要怪我了 赶紧给我滚到迈克那边去 哎呀 怎么这么没用啊 居然回窝了 真是没用的鸟 只能再想办法搞定豆豆了 哎呀 这个破鸟又出现了 太烦人了 偷走我太多钻石了 好呀好呀 小鸟赶紧把他的空岛都偷走 这家伙居然还在我的树上 住了鸟巢 这是想长时间住下了呀 关键这只小鸟太过分了 它一直都在捣乱 那就不要怪我了 不能相处就只能驱逐了 先拆了你的鸟巢 我看你飞累了上哪里去歇脚 为了以防万一我直接就把树给拆了 看你以后如何捣乱 这只臭鸟以后只能在迈克那边休息 你愁啥 赶紧滚回去吧 你想不到我做得这么绝吧 这就是你捣乱的后果 咋的你想在地面筑巢呀 豆豆你太坏了 而且又崛起 你看我得到了什么 我的天啊 霍格沃茨魔法学校的魔法扫帚 哎呀不对呀 这啥破玩意 天我们有一场争夺战 我的空岛就是这样 而迈克变成了僵司 我们之间谁破坏对方的能量块 谁就获胜了 让我们战斗和破坏能量块吧 只有最强最狡猾的人才会赢 很明显今天的赢家应该是我 兄弟们 放弃吧豆豆 你没有任何机会 哈哈哈哈 先给你一个教训 看你选的皮肤就知道你输定了 我靠你怎么会跑我身后了 你不能从我这里拿走能量块 滚出去豆豆 小子反应还挺快的 差点就被你偷家了 你真阴险豆豆 你看我不搭个墙 过去收拾你 在阳光下 我不认为你能在白天战斗 而且我能瞬移 你要怎么才能抓到我的Mike 我靠这是啥啊 居然有陷阱 算你狠质都困不住你呀 害我毁了你的城堡 你这操作让我真的很无语 你白天出来不怕太阳啊 我皮操肉厚的我怕你啥 终于完成了我要做你逗逗 哎呀 你居然虚晃一枪 哈哈没想到吧 我要打碎你的能量块 你给我滚出去 打不着气 你一生忙 我先把能量块藏起来 坏了 这可没办法了 赶紧走了 你给我站住 让我揍一顿再说 那是不可能的 我已经到家了 算你小子跑得快 我需要开始制造一大批陷阱 防止Mike偷偷过来破坏 我得想办法保护能量块 即使Mike设法来到这里 我可以用岩浆来阻止他 这对他来说很困难 这里会有大量的熔岩 在我的基地周围 他完全包围了我的大楼 我有种感觉这里有点不对劲 嘿Mike你在吗 Mike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好像他没听见我说话 这太棒了 因为我可以很容易地到达他的基地 偷他的能量块了 然后就会开始摧毁Mike的基地 谁知道这个小子跑哪去了 看来Mike来了 他应该不知道我在这里 那好吧 趁他不注意赶紧尝试偷走他的能量块 不过他也做了防御 你好 你这个baby的小子 你以为我听不见吗 这你还活着 赶紧离开这里 好家伙被你发现了 我得赶紧溜了 想抓到我还是很难的 我走了呀 你别让我抓到 小心我把你做的屋眼镜 那不可能的 我也得更好地保卫我的基地 我来了豆豆 给你带了许多的僵尸 你居然能召唤僵尸 你隐藏得很深啊 放弃吧豆豆 你打不过我的 你想多了吧 就这点东西啊 他们根本无法攻破我的防御的 你可能搞错了 他们只是幽儿 我靠你居然玩声东机析 你给我站住小子 哈哈你的能量块我拿大了 你的空岛又完蛋了 如果你投降 可以住在我的空岛上 不过要交纳费用的 你想多了 我要干掉你 那怎么可能我会阻止你的 用我的力量 来吧 我再扔给你一些僵尸 你怎么不和他们战斗呀 胆气了吧 还想拿回能量块修墙 哦 这太可怕了 如果我不及时拿回能量块 我的空岛就会掉入虚空 那我也完蛋了 既然这样的话 我就拼命了 我要用巫术召唤邪恶的大军 给我派出战士 他们将与我并肩作战 以你荣耀的名义 我们将荣耀你的世界 并消灭邪恶成为真正的传奇 把你的士兵派给我 你在那里做什么 你们在那里举行什么样的仪式 这些仪式会让你说 准备好了吗 Mike来一场真正史诗般的战斗 我奉陪到底 你是不可能打败我的豆豆 那就废话不多说了 我们来一场酣畅淋漓的战斗吧 你会向我求饶的Mike 准备接受失败吧 虫啊兄弟们 再见吧豆豆 我要干掉你们 我想出了一个绝妙的计划 你怎么会在那里 你从哪儿弄来的珍珠啊 那你别管了 我知道怎么处理你了 你的小兵是不是害怕谁 不 你敢这么做 臭小子你咋知道的 再见豆豆 你的小兵已经被我打扮好多了 真的气死我了 我得把水弄出去 还得想点办法 否则Mike在战斗中真的很有优势 而且他还拿走了我的能量块 我应该先做什么 也许 我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到达Mike的基地 也是利用这次战争来吸引他的注意力 我可能有机会拿走能量块 这小子藏得很深啊 拿来吧你 全都给你偷走 快了你居然把能量块都偷走了 豆豆你等着我会报复你的 你能对我做什么哈哈 来吧我要再召唤一个巨大的巨型傀儡 我过来吧 然后去摧毁Mike的基地 还想报复我 你想多了Mike 你有大招我也有 看看我的巨型僵尸 好吧 看看我们谁的怪物厉害吧 你那个傀儡不行的 不信你看 看来我的巨人比你的强 你傻啊 这不是都掉下去了吗 那我不管 你先掉下去就是你说了 傻啊 这也行啊 但是我拿着你的能量方块的呀 这意味着我赢了 反正你也找不到我藏哪里了 你是真的狡猾啊 行吧 今天的比赛算我输了 好耶 今天我居然胜利了 到了豆豆 我靠这里踩这么高呀 你能不能稳当点Mike 稳当个屁呀 宝藏呢 我这里踩这么贫瘠 没有吧 我看我这里都是钻石呀 还有一辆豪车呢 到处都是钱箱子呀 这个洞穴是由钻石块组成的 那真的很酷 我选择了这个特别的洞穴 哇 我无话可说 我从没见过这个 所以我希望我会留在这里 没有人会阻止我 但我想知道Mike在那里做什么 他有什么样的洞穴 Mike你怎么不说话 你怎么了 我靠这是什么 没想到吧 豆豆 现在你的洞穴是我的啦 我听说你有一个很酷的洞穴 那你想多了 我会为我的宝藏而战的 那还不好说 咱开战吧 好的 我会让你付出代价的 现在这对你来说结局会很糟糕 你根本不该来这里 现在轮到我去你家探望你了呀 这小子还在偷偷往我的墙壁 我已经准备好了通往他洞穴的秘密通道 我可以随时穿梭两个洞穴 所以现在我要在我的墙附近给他做个陷阱 他会得到他应得的报应的 我会很高兴的 我的陷阱起作用了 现在就等Mike来这里了 哎呀终于打通隧道了 我可以偷偷的搬走宝藏了 哎呦嘿这是什么 小子掉陷阱里了吧 是不是抗脚呀 然后还跳不出来 哎呀豆豆你好悔呀 还好刚才手里拿了一个梯子 你等着豆豆我会偷走你的宝藏的 快点离开这里 永远别想回到这里 你以为你会迎骂豆豆 让你看看我的厉害 就凭你哦我才不信呢 哎呀居然是僵尸 那你就和这些僵尸玩得开心点 哎呀我的宝藏呀 你这些僵尸居然是偷东西的呀 我要把这个洞穴从你身边夺走 你这太过分了Mike 好吧以后我就想个办法拿回来的 嘿嘿这很难的哟 到我地盘的宝藏 我才不会让人拿走呢 好吧你等着Mike 这小子还不知道我有秘密武器呢 待会他看到的时候肯定会哭死的 一只钻石苦力怕 当然不是能爆炸的那种 而是非常聪明的怪物 他的攻击力非常厉害 我们现在可以过去了 顺道给你一把钻石剑 我们开始攻击吧 祝你成功吧 让我们尽快战斗吧 你必须摧毁这个山洞和这个Mike 我靠这是啥怪物 哎呀妈呀一刀一个呀 豆豆是不是你搞的鬼 是又怎么样我们已经开战了 我要把你这里搜刮一空 算你狠我不会放弃的 也不欢迎你 你说啥都行 反正你现在打不过那个苦力怕 你让我很生气豆豆 所以这对你来说不会有好结果 那你能怎么样呀 只能看着我拿走一切 我跟你拼了豆豆 先跟我的宠物二哈决斗吧 他们都打不过的话 你就更不是我的对手了 哎呀我好累呀 累死我了 怎么样Mike是不是打不过这些二哈呀 现在我已经对Mike做了我想做的一切 他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 所以现在我得做点有用的事 我要安排点监控的东西 省得Mike又搞一些坏的事情 这家伙居然这么快就恢复了 得趁他分心的时候 给他搞一个陷阱先让他去吃鞋 这样的话我才有足够的时间不绝 在这个坑上伪装一下 然后再稍等一会 我去这是啥 我靠这是仙姐呀 我就知道是你豆豆 你打算对我做什么了 没啥感觉你怕冷给你加点温度 眼前我靠 你够贝比呀豆豆 终于可以做我想做的一切了 给他安装监控摄像头 这样我就可以跟踪他了 这些东西会对我有用的 真的是管用了 看看Mike在干啥 他已经恢复了 应该会想一些坏主意 我得掌握他的行踪 我要报复豆豆这个混蛋 我这里都穷这样了 他居然还洗劫了我的洞穴 我就用TNT环影颜色 哎呀 这家伙挺狠呀 想炸毁我的墙 那可不行 绝对不可能 等一会他分神的时候 我偷偷过去给他改改线路 机会来了就现在 先去把TNT搞出来 他肯定不会喜欢的 然后给他改改线路 让我来结束这一切吧 待会就有好戏看了呀 所以现在当我去炸掉他的山洞了 拉改一来我就报仇了 你完蛋了 我会拿走你的宝藏的 我靠这TNT为啥在这呀 哎呀完了呀 豆豆我会回来的 哈哈哈哈 麦克又复活了 他似乎在维修 那怎么能让他这么轻松维修呢 希望麦克不介意TNT掉在他头上 对应该不会介意的哈哈 TNT点燃了 看看麦克啥反应 我靠这又是啥呀 哎呀爆炸了 豆豆我恨你呀 不行我得建立一个房住出来的装置 省得这个家伙跳出来偷袭我 原来你在这豆豆 我要上来做你 你上得来再说吧 我怎么能让你轻易靠近我呢 别想这么做 我不会让你这么做的 看我的防止麦克装置 哎呀我掉下来了 損你很豆豆 哎呀麦克在干啥 他似乎在放一些方块 我靠不对 是TNT 这小子一个没看住他就把我墙壁炸了 不过反正这家伙脑子不好用 根本进不来 然而气死我了豆豆 这个破装置进不去呀 你真蠢麦克 吃饭睡觉打豆豆 今天谁打豆豆 麦克和我今天要在空岛上对战 是的 火在冰岛上 豆豆在火岛上 所以今天其实是冰与火的对战对吗 麦克 是的 我认为这场对战会非常有趣 那肯定有趣 我箱子里全是好东西 再说 大家都知道火是冰的克星 我赢定了 现在我宣布这场战斗开始了 豆豆 先吃我一炮 哎呀 你的水平有点差呀 打不到我 我这边也有好东西给你 我觉得就这一个道具 你那边的空岛就能融化掉 你小心了 因为我还有很多岩浆 希望你下次手速能更快一点 好吧 豆豆 我也有一些有趣的东西给你 给你迅速的降降温 来点大冰味 怎么样 这有啥用啊 我只需要手动就能清除掉 哎呀 这个东西可以把自己变成冰呀 不要紧 你没想到我有热武器吧 现在战争正式开始了 你准备好了吗 但最重要的是不要逃跑 豆豆 我根本不害怕你说的 所以你吓不倒我 哎呀 你正在做什么呀 没想到吧 我决定为自己建议做房子 那不行 我也不能落后 那就比比看谁的房子更好看吧 我看麦奇的房子有点简陋呀 哎呀 他头上戴的什么呀 麦奇你的头是很古怪呀 我感觉特别的丑 那好吧 我摘掉他 你建造的房子看起来也不咋的呀 那是因为我还没有建设完成 可是麦奇 你已经越界了呀 我感觉你要偷袭我 我得挡住你搭建过来 胆小的豆豆 你阻止不了我的 哎呀 他竟然跑到我的基地来捣乱了 麦奇的这个兵属性还真是烦人 到处都是冰块 我的子弹都被这些冰块挡住了呀 更让我意外的是 我属性还会攻击我自己 豆豆这一回不再说大话了吧 我也去你的空岛捣乱 现在轮到我进攻了 先看看你的箱子里有什么宝藏吧 好像都是一些冰坨 似乎都没什么价值 麦奇 你好穷啊 所以我肯定能打败你 豆豆你又开始说大话了 我有一个秘密基地 我知道你肯定不敢进去 我又不傻 你家的东西我怎么敢轻易进呢 那你就赶紧回家吧 我要进去探索一番 麦奇你不怕里边有怪物吗 不要那么粗心大意呀 Day 2 麦奇已经两天没出现了 该不会真出事了吧 我得去看看他是否出来了 我也得进入这个传送门看看 我想知道他会不会有危险 这是哪里啊 麦奇果然是出事了 豆豆快来救我呀 我被他们抓住了 可是他们为啥要抓你呢 我怎么知道呀 其实我有一个更好的想法 那就是我假装离开 等他们松懈的时候 我再偷偷来救你 哎呀 豆豆 你这小子太不仗义了 麦奇现在是个囚犯 他无法打败我了 他的空岛是我的了 哈哈 在他的这个岛上 我可以尽情地破坏 而且没人阻止我 好你个豆豆呀 你居然放弃救援 还在我的岛上大肆破坏 哎呀 你居然能逃破呀 那当然 如果你帮忙的话 我就不用这么狼狈了 现在你要接受我对你的惩罚了 哎呀 麦奇 你先别动手呀 你听我说 算了我还是赶紧跑吧 豆豆往哪里跑 你必须接受大惩罚 你还敢来到我的地盘 我管你在哪个盘子 我是你的报应 你必须赎罪 哎呀 不就是跟你开个玩笑吗 我不管 我们是好朋友 你居然见死不救 就是不对的 算了懒得跟你解释 来吧战斗吧 老实说 我的武器这么先进 还真不怕你 我的兵属性攻击也很厉害 所以我也不怕你 但是你的兵驼 被我融化了呀 可是我有很多这样的兵驼呀 你是根本打不完的 然后我会偷偷地拆掉你的房子 那样我就赢了 哎呀 挺阴险的呀 快滚出我的房子 怎么样 豆豆 抓不到我吧 再把你的宝藏一扫而空 好家伙 麦奇快放下我的好东西 我就顾 你抓不到我吧 再给你点大冰驼 我飞回家咯 豆豆 这就是你的惩罚 那你就别怪我手黑了 麦奇 先给你来点岩浆攻击 那我也过来破坏你的房子 我永远比冰强 你很快就会后悔的 那可不一定 你不要高兴得太早 豆豆 我对付岩浆非常简单的 你看 既然这样我就用最豪华的装置来终结比赛吧 哎呀 豆豆 你又开始玩赖了 谁说的玩赖呀 PNT也是火属性好吧 这是我的秘密武器 可是我没有这样远程的武器呀 嘿嘿 那就不能怪我了 豆豆呀 我们商量商量呗 我才不听呢 刚才你让我救你 肯定也是一个阴谋 你能逃脱 却想让我费尽体力 你肯定更想赢得比赛对吧 好吧 我承认我更想赢得比赛 但是这就是比赛规则呀 所以现在你承不承认今天我获胜了 好吧好吧 今天你获胜了还不行吗 这就对了 兄弟们你们喜欢这个视频吗 可以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一下呗 兄弟们看看这个 这竟然是一个超级巨大的麦体 我不敢相信我的眼睛这是真的 我是看了他很久 但他一动不动 麦体真的成了真正的巨人 我得检查一下这个家伙 看看这里发生了什么 有没有可能我也变成巨人呢 进入麦体脑子里的门好小呀 我只能用这个缩小装置了 看我变小了一格了 我可以顺利的进入那个门了 不过也有一个问题 我之后该如何变回来呀 算了之后再说吧 我靠怎么还进不去呀 算了我还是炸掉吧 早知道早就用TNT了 还把自己搞得缩小了很多 都不如一个TNT 这回好了 麦体耳朵也坏掉了 我们赶紧进去看看吧 进入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 我需要非常非常小心 这对我来说太不可思议了 看起来真的很奇怪 这个液体是啥呀 我似乎不认识 我得尽快离开这里 豆豆是你吗 你怎么在我身体里呀 哎呀我靠 你是活的呀 你这不废话吗 正好你可以帮我清理一下体内有病毒 可是你这里到处都是病毒 你怎么搞得呀 好多病毒都堵塞洞口了 你不难受啊 当然很难受呀 没办法我让巫师把我变大 这样就可以让聪明来清理肠位了 最后没想到耳朵太脏了 都毒死了 谁都进不来 于是我等了好几天 就一直在这睡觉 然后你就来了 好吧我明白我的任务了 我需要帮助Mikey康复变得更强 这是他继续生活的唯一方法 我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我必须清理他 销毁他们 我想解决所有这些问题 尽快结束一切 非常感谢豆豆 没有你 我仍然感觉很糟糕 我必须迅速实施这一切 我一定会全力以赴 这只是时间问题 没想到这里含有武器装备呀 对了 豆豆你咋变回去啊 不清理完身体里的病毒 我是变不会去的 而且如果你深入 会更糟更危险 所以要小心 一切都会好的Mikey 我肯定能够快速解决所有问题 不过话说回来 你身体里太多病毒了 你是不是天天都吃垃圾食品呀 像辣条什么的 你怎么知道呀豆豆 我最喜欢吃辣条辣 以后不要吃了那些东西不卫生的 不要总吃零食 你看你这身体到处都是病毒 它们是无法被身体吸收的残留物 时间长了就会积累在身体某处 成为一个障碍物 我需要把它们全部恢复 这是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的 这是非常困难的 豆豆我相信你能处理好这一切 我知道吃垃圾食品 确实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我以后再也不吃了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决定自己做某些事情 但是你一定要知道这些都是坏事情 吃垃圾食品就相当于做了坏事情 它正在摧毁你的身体mati 你需要的是更强有力的治疗 才能完全恢复你 也许是某种药水或者我都不知道是什么 现在我只能用一些手段干掉这些病毒 这很有可能是治标不治本的 没事你就试试看吧 继续做吧 这是唯一的办法了 我现在甚至都站不起来的 不要担心你现在是巨人 更多生物不敢靠近你的 这里有太多的病毒还活着 我得花一些时间来干掉它们 这里应该是你的肠胃吧 太脏了吧 等我干掉这些病毒后得回去好好洗血 它们都是怪物 不应该在这里 我很想知道你是怎么搞的 别急了 我现在唯一想做的就是放松一点 你可别放松呀 你这堵了多少天的残留 五一放松还不喷呀 那我吃饼干菜都坏了呀 我靠我在这里忙着战斗 你居然那么休闲 而且这里味道也太不好了 你可别吃了 你是不是好久都没上厕所了 mati真的病得很严重 我正在尽一切可能让它康复 很可惜 我没有可以彻底摧毁它们的武器 目前只是暂时清除而已 我不是已经给了你盔甲和武器吗 这应该够了 我只希望你能再毁灭我之前治愈我 我感觉好一点了 我已经尽我最大的努力了 但是想跟除很难的 maki最终会好起来的 如果最后我真的感觉好点了 我会给你爆出的痘痘 这里好大一堆垃圾呀 搞定这些 估计maki会舒服很多的 但说实话我真的很累 这里的垃圾也太多了吧 而且这里热得很 就像在火山里很热的地方 我真的快被这里融化了 我真的非常累 我只想好好休息 哎呀 这好像是最后一道肠道了 我需要新鲜空气 我至少需要一些东西 至少需要一些结果来放松 搞定这些我就成功了 在我看来我们已经到了最后阶段 病毒已经所剩无解 但是问题来了 我们要怎么出去呢 似乎唯一的洞口在刚才经过的小肠位置 终于我出来了 弯呀 豆豆你完事了呀 我现在好舒服呀 豆豆 我真的感觉非常非常好 你帮了我 我再高兴不过了 这很难 但你做到了 我们是好朋友 maki真的变正常了 现在没有病毒了 是啊是啊 你刚才在我身后出来 我还吓一跳呢 你给我闭嘴 这有啥样 不就是从我小肠的末端出来的吗 哎呀 我靠maki你滚吧 我们不是朋友了 靠这是啥呀 是maki吗 他们看起来多么奇怪 给maki嗨 你怎么在欺负别人啊 你在干什么 我去跟他说话居然不搭理我 离他远点 你在听我说话吗 你是哑巴吗 你做了什么 你为什么打他 他做错什么了吗 人家刚搬到这里 打了人还把人家的房子拆了 这样太过分了 停下来 你在做什么 我的天啊 你还放了TNT 你这要干嘛 maki 完了爆炸了 人家的房子彻底没有了 感觉maki变了一个人似的 特别像电剧人那个坏蛋 你为什么沉默 你要去哪里 来这里 快点滚远点逗逗 我是电剧人 不要打扰我做事情 否则连你一起干掉 哎呀 还真嚣张呀 这maki被附身了 具有很强的攻击性 而且破坏力度非常大 他似乎要把村子全都摧毁掉 这可不行 我必须要阻止他 村子里有很多好玩的东西 我去这家伙来我们家干啥 你要干嘛 maki 这里现在是我的家了 滚出我的房子 别想来这里 唱我还善良 咱起离开这里 哎呀 我的天啊 这电剧人不讲理啊 我简直不敢相信 他真的把我们赶出了家门 我们得想办法惩罚他 但是我们将如何做到这一点 我有办法了 可以搞到武器了 买下再去搞定maki 你等着 赶来占领我的家 等我回来你就完蛋了 哎 我进我要得到武器 跟我来 我给你看点东西 呵呵 大胆的进来吧 你看到这张海报了吗 你可以成为汽车人 他们是什么样的汽车人 听起来很酷 是不是很酷呀 这个东西还非常便宜 现在正好是最低价格了 尤其是没人知道这件事 我们没有那么多钱 得想点办法 或者在某个地方能赚钱 他这个门好隐蔽呀 我也不知道从哪儿能弄到这么多钱 也许我们可以问问邻居 等一下 那是怎么回事 老村长的家 我想我知道去哪里搞钱了 我们应该跟老村长谈谈 他那么有钱肯定会借给我们的 太过去了 还有狗腿子呢 去通报一下 我来找老村长借钱了 滚兔子 滚滚滚 哎呀 我靠他们敢让我吃血 那我们也会这样对他们 我们有武器可以帮我们 在周温树上找一个隐蔽的地方 让他们看不见我们 要保持安静 一会看我的信号一起动手 我们要同时干掉那两个守卫 否则留下一个我们会很麻烦 现在就屏住呼吸准备动手吧 嘿嘿一切顺利 我就知道 现在让我们进去拿走老村长的宝藏 在他们救援到来之前 赶紧拿走这些绿宝石 很多的绿宝石呀 尽快离开这里 不能再耽误时间了 我们还要抓紧时间去买武器 这些绿宝石足够多了 足以买下汽车人了 货机们我来了 汽车人我来了 来吧 商人 我们全家一起变成汽车人 我已经拿来钱了 给你这些 我们如何成为汽车人呢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你进去就可以了 当你醒来时 你已经是汽车人了 我不知道会这么快 做汽车人太酷了吧 我们现在是机器人了 得赶紧过去找Mike Mike呀 你等着我来收拾你吧 我去 我们也可以飞翔 太酷了 来吧 我们赶紧过去 那可是我自己的家园啊 估计里边的宝藏都没了 那我们得把房子要回来 而且Mike似乎是被附身的 我们也应该把他救出来 便居然似乎出来了 你在这里做什么 你认为你变成某种愚蠢的机器人 就可以拿回你的房子吗 你能做些什么呢 你想看吗 我展示给你看 做个屁呀 吃我一枪吧 我去这么猛啊 我的机器人都不行吗 发生了什么事 你最好赶紧滚开 否则让你好看 我跟你拼了 现在你也一个人了 赶紧离开Mike的身体 否则我会把你送去吃席的 我才不信呢 你能做啥 吃我一火球吧你 用火攻我估计你也挡不住的 怎么不嚣张了呀 赶紧离开我朋友的身体 否则我会让你很难看的 不可能的 我并不怕你 让你看看我的巨人形态 我的天啊 还有这么一招啊 你这么想像蚂蚁一样 我甚至听不到你对我说什么 还好我会飞 反正你变大也打不到我 飞吗 我也会啊 别以为你能打败我 你知道过度自信会发生什么吗 像你这样愚蠢的人 哦对了 你不是人类 你现在是个愚蠢的小动物 即使你已经变得巨大 你的脑子还是和以前一样小 所以你肯定赢不了我 况且你这不叫飞 你那是跳跃好吗 我可以躲开你的攻击 你这个愚蠢的汽车人 着急了吧 我估计你已经顶不住了 我会把你的电锯卖破烂的 嘿嘿完蛋了吧 还嚣张吗 你等着逗逗 我会回来的 来啊我等着你 靠特斯拉 看来他是直奔我们的城市来了 我们需要做点什么 也不知道迈克跑哪去了 特斯拉进城了 已经开始破坏建筑了 得赶紧阻止他 否则我的家也得被他破坏 我必须全力反抗他 不过我还不知道 如何对抗这样的怪物 他摧毁周围的一切 太可怕了 我得离远点 我觉得他在追我 我得离开这里 迈克这小子跑哪里玩去了 家都快被偷了 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躲开这场灾难 我的天啊 这个怪物还能飞吗 这种生物是怎么存在的 我只在书本上见过这个 估计没有插大号武器 根本无法应付他 一定有办法的 也许他有什么弱点 我靠 他注意到我了 快跑啊 不过这个家伙的脸怎么那么熟悉 怎么跟迈克里长得很像 必须赶紧想办法 要不这里的村民都格屁了 我们需要做点什么 对了 我想我知道怎么打败他了 这可能是一个疯狂的想法 但他绝对可以应对怪物 被黑谢天谢地 他还在这藏着 一个超级装甲 希望他还是可以用的 这个武器非常厉害 好就没有使用了 我希望这能帮我打败这个怪物 天啊 他竟然真的可以使用 我现在就是一把非常强悍的武器 一只小小的特斯拉 只能是我脚下的猎物 那个家伙还在破坏呢 我来了这个怪物肯定完蛋了 是你来搞破坏的 我们别无选择 只能这么做 你就安心的被我干掉吧 我现在很怀疑从哪里来的特斯拉 我现在觉得我的力量非常大 感觉到所有的力量就像在我的血管里流淌一样 赶紧投降吧 也许我会饶你一命 因为你根本赢不了我 不管你怎么努力 不管你有多巨大 想都别想 逗逗别打了 是我是我 你以为我会上当吗 真的是我啊 我是麦体 哎呀 这声音还真的是啊 这什么情况啊 绿莎麦体变成特斯拉了 我也不知道 早上起来就在一个森林里 然后我不小心掉进了一个大坑 之后我就觉得有人在给我动手术一样 再然后就是刚才我突然清醒 看到你正在向我开炮 原来是这样 难道是某人在密谋摧毁城市吗 很有可能 我感觉那个地方非常高科技 但是当时我状态非常不好 其他信息就没了 那就以后再说吧 你给我来这个设备将帮助你成为像我一样的机器人 真的吗 太好了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一起对付特斯拉了 是啊 我感觉还会有很多特斯拉的 我去你看 还好你变成机甲了 他突然冒出来 他在攻击我们Mackie 而且这个超级巨大 是啊 我感觉这个家伙比地球都大 这个怪物好大 真不敢相信居然有这种生物 他快突破防御巨墙了 我们要战斗了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我们得干掉他 否则我们肯定完蛋了 我们的武器可以吗 我也不知道 这个城市已经没人比我们强了 所以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否则这个大家伙能摧毁我们所有的东西 豆豆他已经进入城市了 看来他是要撞毁我们的家园了 那就没法子了 必须跟他拼了 不能让他轻易破坏这里的一切 我们攻击吧 Mackie 我有个问题 为啥这个巨大的特斯拉长得和你一样啊 Mackie 我哪里知道 但是这够让我坚信 特斯拉是人造的 我也觉得你分析的对 小心点别分心 我觉得我们最好做一个陷阱 我有一个办法来阻止他继续前进 否则我们这半边的城市也保不住了 你说的对 豆豆 那我们赶紧过去做一个陷阱 这样他就不敢过来了 我们就利用这个河流来做陷阱吧 除此之外 我还真不知道如何阻止这个怪物 我觉得你的方法可行 应该管用的 来吧 我们把这条河改造成岩浆河吧 这个简单 只是多搞点岩浆而已 我们还需要在这里建一堵巨大的墙 让那个巨大的怪物停下来 这样我们就有机会攻击他 好主意 你真是个天才豆豆 不仅仅做这些 我们还要做一个超级大炮 对对对 做一个大炮 才能干掉这么巨大的特斯拉 没错 大炮才是对付这种怪物的最佳武器 这些大炮甚至可以穿透他的皮肤 我们的武器根本打不动他 只能用大炮 如果他不起作用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 应该不会吧 这个大炮的威力非常巨大 如果不行的话 我们只能被他吃掉了 所以还是祈祷大炮管用吧 Mike 我还不想死啊 我也不想死 只能让观看视频的兄弟多点点赞了 行吧 兄弟们 给我们点点赞吧 好了 等会再说吧 我们的大炮已经完成了 站好自己的位置 Mike 他似乎有点狂暴了呀 别管他了 赶紧开炮吧 尽早干掉他 我们损失也少点 来吧怪物 你不能再进入城市了 你必须完蛋 否则我们就没活路了 我的大炮也发射了 我希望这个怪物是最后一只了 我觉得够呛 不过做这么大的怪物 也需要很长时间 哎呀不对呀 他好像在下蛋Mike 我们需要用我们所有的力量赶快干掉他 否则他搞出来成千上万的特斯拉 我们就彻底完蛋了 快点他已经下了好多蛋 我已经加快了速度的 他完蛋了豆豆 我们成功了 但是事情好像更不好做了 你看Mike C里玩植物大战僵尸吗 是啊 好奇怪呀 看来这些植物是帮我们打僵尸的 还不错 还有土豆雷呢 那就让大家看看我们有多强大吧 这里就是僵尸进攻的地方了 我们要守住房子 快看豆豆 僵尸出现了 土豆雷好猛啊 我去这是代夫吗 看他的帽子 应该是主人代夫 现在僵尸挺少的 一个豌豆就搞定了 但是我想变成植物 这样我们就能参加打僵尸了 豆豆这里有一种药水可以变成植物 是的 我已经拿到手了 使用它的时候我们会开始犯困 这因为这一切正常 好吧 Mike他真的奏效了 现在我们已经变成植物了 看起来真的很酷 那我们快去找代夫 帮他打败僵尸吧 我希望僵尸攻击还没开始 因为我想帮助他们 干掉所有从那里出来的僵尸 是的 我也是那么想的 干掉各种各样的僵尸 来吧 让我们直接进入战场吧 尽快地干掉那些有趣的僵尸 僵尸攻击了 我们的注意力要集中了豆豆 你把它放得这么歪啊 不过看起来很漂亮 行吧 就这样吧 然后我们进入我们的位置 等待僵尸攻击吧 我好担心 这是我们第一次和僵尸战斗 不要担心Mike有我在呢 我们会击败那些家伙的 看来他们要来了 我们的苦豆雷好勇啊 希望能多干掉几个吧 看看他们有多少人 这似乎并不容易 我们的植物已经去对抗他们了 豆豆呀 我怎么没搞抖呀 他们全都冲上去了 先别发愣了 这些僵尸向我们冲来了 用弯豆射他们 我们现在是弯豆射手 还挺好用的 他们可以被击退 他们还有这么多人 真不敢相信这只是第一波 我甚至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赶紧吧 这些家伙速度挺快的 一不小心我们的脑子就会被他们刺掉 我不会让他们这么做的 不管怎么样 我们一定要干掉这些僵尸 我觉得至少需要一百只僵尸 才能打败我们 现在他们没有一开始那么多了 对啊 我们的攻击奏效了 Mike我们终于干掉他们了 现在可以安全地收集 从他们身上落下的太阳 然后我们可以买更多的植物 哎呀 这里还有一个僵尸藏着 傻 还有僵尸不能吧 一大波僵尸都已经被我们干掉了 居然还有一个 豆豆我们的植物少了几个 我觉得问题不大 再买几株植物 这样我们就可以继续守护了 那我们就赶快吧 我收集了这么多太阳 是吗 你收集了多少 让我看看 天啊 阳光这么多 这应该够我们买一大批植物了 就可以抵挡住下一波僵尸了 对你说的对 我们应该抓紧时间 来吧 拿出我们的太阳吧 我们来多买一些植物 这样下一波僵尸就非常简单了 现在我们只是需要把它们放在那块场地上 好让他们来保护大夫的房子 是的 豆豆 你说的对 多买一些植物 我们就轻松一些 一切尽在掌握 不能光买豌豆 还是要搞一些土豆雷 这些植物都非常有用 我就是感觉这个土豆雷太有了 上去就没了 是啊 刚才那一把 土豆雷第一个冲上去的 似乎才干掉三个僵尸 所以这一次我们的主力还是豌豆 土豆只能当作辅助了 他们开始了 哎呀 这些红色僵尸是什么 他们是橄榄球僵尸 他们有点吓人 你确定我们能打败他们吗 因为他们让我很害怕 不要害怕 我们肯定可以的 他们只是普通的僵尸 穿上了橄榄球运动员的衣服而已 根本不强的 事实上你看他们甚至不能单独干掉一株植物 豆豆你在这扯呢 我们的植物都没了 还干不掉一株 我们还要买植物的 哎呦 又有这么多太阳呀 损失的植物还是可以再买回来的 我们的队伍会更强大 我只是觉得你总说大话 别说没用的 赶紧买植物吧 买点土豆雷是对的 他们上来就能威慑对手 但是一下就没了呀 没事 我们用他们还是很有效的 这回我们的植物队伍很庞大 不光在后面摆设一些土豆雷 在最前面也要摆上一排土豆雷 这样就可以打一个时间差 那样就会出现两次爆炸的 你从哪里想到的这个战法呀 看了表哥的视频学到的 好吧 你这广子打得妙呀 行了别斗嘴了 我们即将被第三波攻击 传送门那里有动静了 姜思来了 而且现在比以前多了很多 我的天啊 甚至太多了 快看呀 他们当中似乎也有一个大个姜思 看看他有多大 我想和他的战斗会很艰难 不要害怕 这是最后一波了 顶住我们就胜利了 我们的植物还是很猛的 你看那些小姜思都被干掉了 现在只剩下一个大个子了 我感觉都不用我们出手了 你看这个姜思根本过不来 没想到还剩下好几个土豆雷呀 现在剩下的时间就是干掉他了 他估计也顶不了多久了 看来你的策略奏效了 豆豆 我告诉过你 我们会成功的 这些姜思都是外强中干的 我们干掉它们是非常轻松的 看来是我的担心多余了 这个最后的姜思终于被干掉了 我们赢了保住了大夫的脑子呀 这些植物太疯狂了 吃饭睡觉打豆豆 是时候开始新的一天了 我们到外面去拥抱太阳吧 我的天啊 村子里发生了什么呀 这都是什么生物 好像他们都在等着我出去 来者不善呀 我得再观察一下 说真的 这看起来真的很糟糕 我最好去拿些武器 Mikey还没有消息 那些怪异的僵尸到处都是 真怕他们闯进来 还好他们只是在我家附近闲逛 我一定要拿些武器 最好带回过去找到Mikey 这个家伙到现在都没来找我 还是先去地下室吧 拿点武器防身 这样会让我更安心 兄弟们你们没想到我的地下室这么安全吧 还有沿江湖来保护 这是我打开精械库的地方 这个门可是我花了重金打造的 我的盔甲也非常炫酷 这一次我觉得还是要钻石铠甲才行 那套铁甲外形很好看 但是防御力有点低 外边那些僵尸还不知道攻击力如何 所以我们还是要留一手的 这个箱子放着我的武器 让我想想我需要我的泰拉瑞亚枪和激光步枪 还要拿一些弹药和一些黑钥匙 这些怪物我还不太了解 干脆这一大堆TNT也拿走吧 另外我需要我的钻石鎬 金苹果保命用的也得拿走 打火石用来备用吧 我也应该给Mikey带足够的东西 我打赌这一切对我们俩都足够了 好吧 现在我都装好了 让我冲出去消灭那些僵尸吧 希望我能安全地到达Mikey家 你们这些丑陋的家伙 来尝尝我的武器滋味吧 感觉这样冲出去我会吃亏 所以我需要爬上房顶来观察一下 好吧 这些怪异的僵尸还挺多 我的武器并不是无敌的 打了半天也没有倒下的 不过武器的力度还是可以阻止他们一下的 激光武器威力似乎也不是很大 但是这个击退效果和攻速还不错 不过很可惜打了十几下僵尸也没事 他们到底是什么材质做的呀 想击败他们太费劲了 那边是Mikey的房子 这个家伙在干啥呢 他还好吗 我需要找个机会过去 这边僵尸挺少的可以下去了 我去都在等着我呢 来个附魔金保个命 还好他们速度没我快 得赶紧去Mikey家 他们追上来了 Mikey这个家伙想啥呢 都这样情况了 他还没出门 我靠还在睡觉呢 Mikey啊快起来吧 Mikey起来 快点Mikey来吧醒醒 哎呀豆豆你干啥呢 打扰我睡觉 你可真心大呀 这个世界都出事了 喜欢什么 天塌了有高高的顶着呢 发生了可怕的事情 Mikey千万别出去啊 很危险的 外边有很多超强僵尸 你哔哩啪啦的说什么呢 架根没听懂 感觉你现在胆小如鼠呀 豆豆 我靠 这外边都是啥呀 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 外面有超级僵尸 但是我从来没见过他们这样的呀 是啊我也没见过 而且他们的防御力很特殊 什么意思 我们的武器对付这些家伙似乎没啥大用 不会吧 但我们不是完蛋了 我不知道Mikey 我心里毛毛的 我给你带了些设备 拿着这个 全套盔甲 一些武器 还有一些备用的方块和装备 谢谢 这都是我需要的 天安替合打火师也给你拿来了 这些东西都是可能会用到的 好吧Mikey 我们得齐心协力干掉那些僵尸 你要和我一起战斗吗 当然呀豆豆 我们必须齐心合力战斗 阻止他们应该是小菜一碟 嗯 我一个人做不了什么 但我们可以一起做 我觉得我们可以爬上你的屋顶 这样我们会有优势 好的 我听你的 我们去屋顶 这些家伙 为啥一直在围堵我们呀 我也不知道 感觉像是别人指使的一样 这个激光枪 怎么感觉不太好用 是的 他们的防御很奇怪 不过我们的武器可以阻挡他们一下 所以很难靠近我们 但是他们太多了呀 确实好奇怪 我到现在都没干掉一只 我这边还有很多奇怪的僵尸 但是很难摆脱他们 是的 Mikey刚才在来找你之前 我也只是稍微抵挡了一下 根本没法仔细观察 你在防顶Mikey 你有什么好的主意呀 感觉没啥破绽呀 武器打来打去 他们都没事 不过呢 他们似乎不会搭梯子 对呀Mikey你说的对 我们在防顶的时候 他们拿我们没法子的 那我们还是要去五顶的 对呀对呀 快点去我家 好吧 我有一个小小的计划 什么计划 你说来听听 我们先用黑药石搭设一个基地 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把所有的东西都藏在基地里 省得被干掉的时候包装备 我同意你的想法 不用盖的多华丽 只要是一个了望塔模样就行 不错 简单实用 这也是一个临时住所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啥呢 安全没问题了 我得想想进攻的事情了 豆豆 我们要不要试试TNT 对呀 我怎么把这个给忘了 让我们用它来制造一个巨大的爆炸 兄弟们 你们说我们要搭建一个什么形状 才能有足够大的爆炸效果呢 替我们这艘船有点不稳定 是的 让我们从一边跑到另一边 这样船就不会摇晃 这样我们就不会掉下来 这是个好主意 Mike但是如果我们失败了 我们就会掉进海里 可是你有更好的办法吗 哎呀 Mike我们很难让船平静下来 没别的办法 我们还是继续刚才的事情吧 让我们同时行动 Mike我觉得没啥用 还是停下吧 让我喘喘气 你别停下 赶紧抓紧周围的东西 哎呀 我靠 我的手滑了 豆豆抓住呀 快点危险 Mike快救我 豆豆坚持住 我来救你 我的天 我记得我在暴风雨中 从船上摔了下来 我一定是昏过去了 被冲到了这个岛上 这是什么岛 我应该去那个灯塔 看看那里是否有人 也许他们会帮助我 更或者他们是邪恶的 他们也会干掉我 我希望我更幸运一点 希望他们能同情我的处境 好大的灯塔 我以前从未去过这样的地方 这里怎么这么安静呢 好呀 这里有食物 我得吃东西 这么久没吃东西 我的手都在发抖 你在这里做什么 你为什么要吃我的食物 别开枪打我 我以为这里没有人 我是从船上掉下来的 被海水冲到了这个岛屿 你还活着 真是奇迹 你要一直在这里 千万别出去 未必有怪物 我会把门封起来 我想这会阻止他们 行了 你也一定累 你可以在楼上休息 真的是太好了 经过这一切 我太累了 多么柔软的床 太棒了 等等 那家伙去哪里了 也许我该去看看 什么情况 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 真的不在这里 这很奇怪 我去外面找找看吧 也许他遇到危险了呢 毕竟人家刚才救了我 我也不能见死不救呀 那里是什么 我应该检查一下 他是人类 哇 那是什么 哎呀我靠 这是什么鬼东西 哎呀我的天啊 那是一条巨大的触手 大章鱼吃了一个人 我该怎么办 陌生人 你在这里做什么 我叫你待在灯塔里 这有怪物怪物 要他他他他吃人呀 你这个傻瓜 赶紧跑到灯塔去 好吧好吧 好吧快点 一会我们就完蛋了 难道他手里的武器 帮不上忙吗 真的是太魔忌了 快点快点 我们得救了 那是什么鬼东西 巨星张鱼 这个岛上非常诡异 而且不仅仅是这个怪物 还有一种类似梦眼的怪物 你最好不要单独出去 遇到他们就完蛋了 找我说的多 你会活得更久 好吧那是一些奇怪的东西 你可以上床睡觉了 你看起来很糟糕 我需要你的时候回家醒你 好吧我已经很久没睡觉了 我感觉很糟糕 晚安谢谢你 火鸡 你醒了火鸡 今天我们有很多事要做 你得帮帮我 我要离开一会儿 你得看好家 好吧我来帮你看家 你就出去忙吧 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呀 你还是管好自己吧 你最好也小心点 就我一个人的话 我只能守护高地 这样我会更安全一点 希望那个秃头的家伙 不要出事情 好吧我就在这里吧 这里看起来非常安全 而且视野也非常清晰 无论哪里有事我都能知道 对了这里似乎还有一个房间 它是关闭的 我想知道里面有什么 我记得这个抽屉里有开锁器 很好我需要他们 这个是上锁的房间 我得看看他在不在 我不想让他看到我在撬锁 这个锁应该很好开 不过就是花点时间而已 这个锁还挺硬呀 开了半天 我不太信任陌生人 这个秃头很奇怪 他居然没有说 这个锁着的房间的任何信息 终于开了 这里都是啥呀 除了食物和盒子 什么都没有 很奇怪 这些东西很平常 为啥要隐藏呢 即使告诉我 我也不会偷偷拿走的呀 难道这些箱子下边有机关 我的天 这些盒子后面有门 我必须把所有的盒子都拿走 才能进去 好得轻松地打开了 这个地方居然有一个隐藏地下室 那就更加奇怪了 难道是某种实验室吗 我靠环真的是实验室呀 安押是Mike 他怎么在这里呢 Mike你还活着吗 你为什么被绑在笼子里 快救救我快救救我逗到 这里那个人类是怪物 他会帮助所有的人类关起来的 Mike你现在自由了 我现在就放你出来 你让我自由了 陌生人 谢谢你哈 Mike你撞到头了吗 我不是陌生人 你这到底是怎么了 我靠这是啥情况 怎么回事你是谁 我就是你 你就是我 你是怎么变成Mike的 难道你就是那个梦魇的怪物 小子你别跑了 还是让我吞噬了吧 我手里有武器 我怕你啥 哎呀你要去哪里 你给我站住 你要去哪里 怕我的枪呀 原来你不是说要吞噬我吗 你个垃圾 这可怎么办呀 这里一片狼藉 你在这里做了什么 陌生人你干了什么 你把他从地下室放出来了 你做了什么 你为什么放他出来 完蛋了 我们死定了 可是他变成了我的朋友 我也不知道他是怪物啊 我觉得他不行啊 我拿着枪他就跑了 你知道个屁啊 他会大量扶植自己 就像是将死母体一样 根本打不完的将死 而且他还会弹查到 你大脑里想到的画面 然后变成他们的样子 引你到险阱中 我先走了 你自己等死吧 完了兄弟们 我是不是要完蛋了呀 体是你吗 看来我们都变成了一个 四四方方的怪物了 哦 这太可怕了 这个怪物的体型居然这么高 我们那么小个子也能变成他们 不过也有好消息 就是我们可以进游乐场玩耍了 那还等啥赶紧冲啊 我要玩旋转木马 我想玩碰碰车 这个游乐场非常奇怪 只有这样四四方方的怪物 才能进去玩 否则门口的保安大爷就不让进去 我觉得这里非常的奇怪啊 逗逗 似乎只有恐怖的地方 才会有这样奇葩的规则吧 管他那开门老大爷并没有阻止我们 只要我们进去游玩就好了 老大爷还给我们带路呢 这里边咋这么冷清呀 Mike 不知道呀 不过有老大爷应该没事的 他领着我们来到了旋转木马 非常酷的游乐园 没有人也是好事 否则我们会排队等好久才能进入 哇 我好久没玩过木马了 我也是啊 豆豆 挺有意思的这个 保安老大爷也是同心为敏啊 他也跟着我们来玩啦 但是我感觉这有点奇怪啊 豆豆 没关系 他只是带领我们熟悉这个游乐场而已 但是他太热情了吧 哎呀 Mike你太大了 木马都被你压扁了吧 咱俩彼此彼此吧 你的木马也看不到了 走吧我们去玩其他的 老大爷似乎不跟着了 是的 终于放松了 快看前边豆豆 我看到了什么呀 我最喜欢的碰碰车 这些车也不知道能不能开了 你想不想玩 我当然想 那就少废话直接上车吧 但让我惊讶的是 这些车虽然很小 我们却可以坐在里面 太过来豆豆 你站着干什么 快坐下我们去多多风 可是我找不到我喜欢的颜色 有一些难看的绿色 但我喜欢这个蓝色的 好吧好吧 这个给你 哎呀 太酷了 太有趣了 我已经多久没来过这种游乐场了 我也是好久没玩过了 我很久没玩过碰碰车了 今天终于如愿以偿了呀 今天让我们玩遍整个游乐场吧 其实我还想吃棉花糖呢 听起来是个好主意 那我们去看看这里到底有什么 也许我们可以看更好玩的东西 或者我们俩都会喜欢东西 对了Mike你喜欢啥游戏 那必须是过山车呀 玩起来非常的刺激 你不会运车吗 不会的不会的 我非常厉害 那好吧 我们这里就是过山车的始发地了 我想我们可以在它动起来的时候坐下来 快点上去吧 一会车跑了 我很怀疑这里是谁坐的游乐场呢 是为我们这样的人准备的 但是为什么这些过山车这么小 他们应该更大才对呀 但即便如此 这也很酷 看我们爬的东西 好吧好吧你行 我们马上就要开始刺激了 哎呀我靠这怎么有交错呀 我过去的时候它似乎没防备 你小心啊豆豆 我又不少我这时候才不会坐车呢 豆豆你带武器了吗 没有带今天是出来玩的 谁知道会碰见怪物啊 可是我就带了啊 为什么你随身带着这些东西 只不是懒得放起来而已 还好你的懒惰让我们有一线生机了 这就够了 但我认为我们应该小心 因为这个怪物并不像看起来那么虚弱 它很大 这意味着它很强壮 难怪他们说你越大 你就越强大 所以小心它 我会小心它的 我不会输给这个愚蠢的怪物 我怎么感觉 它想摧毁这个游乐园 那就更有意思了 这个游乐园也不是我们的 但是它却针对我们 真搞不懂背后的人到底要干啥 这个家伙打扰了我们的假期 所以我们得干掉它 打了半天 感觉它皮脏肉厚的 感觉挺难干掉它的 我觉得问题不大 它只是血量高点而已 你看这不是隔屁了 真的是不精快呀 当说它厉害它就倒了 我靠你看这边 又来了一只 这什么情况呀 难道是那个怪物的兄弟吗 感觉还是一个愚蠢的红色大怪物 小心点 这个似乎更加灵活一些 你为什么不让我们好好享受这个游乐园 你为什么要今天摧毁它 就不能等我们完够了再来吗 Mike我感觉我们还是走吧 你发现了吗 这里有人呀 如果伤疾无辜就不好了吧 那我们赶紧躲进迷惑吧 我们去哪 用伪装遮住我们让它看不见 我们需要休息一下 好像它真的看不见我们了 我不想游乐园被毁了 所以还是要干掉它 我们把它引到一个地方吧 这里的东西不能被破坏 前边有一个围栏 我们可以在那里干掉它 这个愚蠢的怪物跟着我们来了 再靠近一点 现在你被困住了怪物 你会被埋葬在这里 你不能再破坏这个公园了 我们不会让你那么做的 现在用所有武器开火 它似乎有点顶不住了呀 豆豆 这么多武器对付它 它肯定顶不住呀 它太笨了 没有意识到它现在要完蛋了 它甚至都无法反击 所以这绝对是它的末日 好的Mike我们终于干掉了它们 但是幕后真凶到底是谁呢 快看呀 豆豆那边有很多大鼻子 奇怪呀 它们见到我们为啥 看上去很慌张呀 而且都溜走了 还能是为啥赶紧干掉它们吧 Mike 它们就是那些怪物背后的操纵者 我敢肯定它们把游乐场的游客 变成了怪物 我们不能让它们在这里 我们必须想办法摆脱它们 否则我们可能也会变成怪物 就比如现在 我们还能变回去吗 Mike这里居然有一堆沙子 我的世界里为啥有沙子啊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 而且有这么一大堆 我们可以做我们想要的一切 真的是太酷了 那你觉得我们要玩什么游戏呢 Mike 我觉得迷你沙宝大战应该很好玩 确实这种迷你大战很有意思 没有敌人能够进入我的堡垒 净吹牛啊Mike 不服就我们比试一下呗 同意谁怕谁啊 我就不相信我的城堡比你的差 来吧 马上就会明白一切 我会用我的魔法 打败你的城堡的 你可拉倒吧 每一次比赛你都输给我的Mike 好汉不提到年友 我们现在都变小了 让我来看看你究竟有几斤几两八 那我们就来场迷你城堡决斗 每一方都有四名帮手 我们各出手段直到对方认输为止 我已经准备好和你战斗了 豆豆 哦 是的 我也准备好战斗了 这绝对会是今天最有意思的比赛 兄弟们你可以猜一下我们究竟是谁获得胜利 呵呵 战斗开始了 双方的小兵已经混战在一起 他们的攻守动作还挺灵活 可以看出他们都想赢得这场比赛的胜利 每个人都有同样的胜算 更有趣的是 别忘了我们也像我们的小兵一样在战斗 是的 我同意你的观点 豆豆 我已经做好入场赢得比赛了 居然用火箭偷袭我 但是没有用 我根本没有受伤 看来你的水平不行啊 这回来看看我的攻击 没用的豆豆 我有盾牌保护 你想多了 我只是实验一下而已 弓箭当然要针对你的小兵了 这样我的小兵就能减轻压力了 然后攻击你的城堡了 你就别白日做梦了 你根本不能突破我小兵的防御 他们相当强壮 你打了那么久 还是没有人吃鞋 是啊 似乎这些小兵的防御都非常高 我怀疑这场比赛能不能出结果 我知道一个秘密 我会继续用弓击打你的堡垒 因为杀宝不坚实 我可以看到他正在坍塌 啥 豆豆你早不早说 早说你还能让我用弓箭吗 但是我们的两个堡垒都被摧毁了 是啊 我也没想到 而且我们的小兵都隔屁了 最后我们到底谁胜谁负了呀 我觉得我们都没有胜利 那就是说今天的比赛我们都是获胜者对吧 你要是这样胡思乱想 我也没有办法 不过我们都玩得很开心对吧 是啊 豆豆 跟兄弟们说再见吧 那我们下个视频见